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一晚拍摄实战区 身边有KK, 也有Tiger 大家好, 声音画面没有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一致 记得 Like 和 Share 这个短片, 让更多人看 上次我们说的是灯光 今次又有这件东西, 这件是什么东东呢?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件是影产品用的箱, 它有很多种 这个就比较大型的, 因为它可以拍到十多寸, 成十多寸高的产品 它里面其实已经来自灯光了 它很方便, 因为它里面有三组灯光, 可以独立来控制 其实最重要是公司或者家里有一张写字桌 就可以放定这个箱子, 影产品会比较方便 就不需要设置很多个脚架, 再放几支灯, 再担心这个情况 尤其现在疫情下, KK 很多老板都是实体报 以前的消费模式, 当然下到去, 拿起货币 看看美不美, 喜欢才买 现在其实连出街都不可以多人 我知道其实很多老板都想转型, 在网上做生意 网上做生意当然是在网店 网店一定要放在照片, 它们有头痛 我只有iPhone、手机, 怎样可以拍到好的产品 有时候也不是不介绍你给他认识的 始终刚刚开始转型, 手头就紧一点 所以今天是否有些法宝, 让我们这班老板都可以有些计划呢? 是的, 没错, 因为始终现在全部人在网购之前 都要看一张照片, 相片漂亮 就会吸引到他们去买的产品或者网购 这个箱其实它的灵活度真的很大 最重要是买了一张箱之后 你预备一张白色的纸, 如果你到时已经白色 就预备一张白纸, 如果你喜欢一件产品 有红色、蓝色、黄色的纸 就预备一些不同的纸, 你也可以用一些有布的花纹 就视乎自己的产品来配合 明白, 像KK所说的, 我们要准备的就是超级无敌的箱 就像007那个打开 还有我偷望, 像KK所说的, 左右有一盏灯, 顶有一盏灯 你会示范一下如何调校 因为它三支灯里面可以有独立的光暗 可以视乎你自己的产品, 反光不反光和吸光的程度去到哪 我其实之前试过的, 这个东西有没有见过 我看过, 我爸爸刚才有见过 这个其实就是测光标 我已经用了数码相机后, 很多年都没用 不过都拿出来 刚才我自己查过, 它里面四个角落头的光源 平均是一致的 你到时设定, 设定的时候 产品会容易吸光 不同坊间有部份会有些光暗的情况出现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会影响到产品的质素 明白, 如果大家有测光标 你就可以拍照片上来 你有没有事带在上网找 自己拿着拍照片上来 我爸爸拿出测光标 KK就会送个香蜜给你 不是, 特别的礼物送给你的 我看到刚才, 为何这么平均呢 除了里面有三个光源之外 里面也有很多反光银色的料 我想这个就比其他外面 因为这些牌子也挺参差的 会呀, 因为外面有很多 现在是用布做的 或者那些叫做白色的透明物料 因为它方便折起 好像袋子那样拿走 它会光暗不一致 而且LED的灯珠 很容易令到你拍出来的背景是一点一点一点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拍过 尤其是我之前有朋友拍过模型的 他拍过模型的 他拍出来问我 为什么背景不是白色 而是一点一点一点的 我说灯的距离 和扩散程度做得不好 他就是打算买了一个圖的箱 这个真的要研究一下 不是以为一个箱就会容易到 始终有很多品牌都没有不同的牌子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才会使用 所以真的不是有相机就会拍照 也要学习的 方便 那不如KK这个时间 和我们示范一下 好啊 刚刚进来的朋友 你可以按一 声音没有问题 也可以like和share这条短片 如果你身边的老板 是要转型 或者你自己要拍很多产品相 记得去分享这条短片 KK 我们一起示范一下 好 好 我们马上试给大家看 好 KK 刚才讲完理论 现在就讲实战了 刚刚进来的朋友 可以like和share一条短片 今天就讲手机 如何可以用一个箱里面 拍到很漂亮的产品相 今天会示范 丹芝的产品是什么 丹芝的产品 丹芝的产品 就是一个 都是一些美容的产品 它有玻璃瓶盖 有张胶子 我们希望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令到一个瓶 一个立体的弧度 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老板 都在做这个尺寸的产品 补充剂 药 装饰品 我们通常都是准备白色纸 是吗 是 没错 因为如果我们 现在大部分的上面 人们喜欢退地 所以我首先要预备一张白色纸 白色纸 我们拍摄的时候 可以有对比的层次 刚才也讲了 如果人们不需要退地 需要其他不同颜色 你可以用其他颜色的纸 用布也行 用特色的东西 也行 明白 所以当然是专业摄影师 所以我们就会之后退地 但是今天示范的 就是可以直接拍完 都放上网 都用得下的一个产品相 是吗 是 没错 我们希望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按一下键 就可以拍到一个产品 立即上升到自己的网站 明白 所以各位朋友 你觉得这件事 将会帮到你 就请点赞和分享 给你身边的老板 好友 我们事不宴迟 立即看看如何拍摄 好了 好 我们现在来个实战 刚刚进来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产品摄影 用这个箱子帮到你 请点赞和分享 我想很多人都很想问 其实拍摄产品摄影 对初学者或者一般人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 以及有没有标准 其实 注意 简单先讲讲 首先我们要先清洁好产品 不要有塵 有其他骚髒的东西 预备一张白纸 也要清洁干净 不要有黑点、塵 如果你喜欢其他颜色的纸 你可以预备 或者不同颜色的布 和材料的物件 也可以 首先我们先放了产品 放了产品之后 接着我们就 置正中间 很多时候产品未必是中间好看的 有时候旁边有些标题要出售 到时你会再决定 接着我们就先拿相机 设置脚架 基本上就是把它置在正中间 只置中间水平 当然不要强 你自己目测就可以了 通常我拍完之后 我会简单地触碰它 先焦点焦点 接着我会试一张 试一张看之后 发觉原来它的产品强了一点 在相机里看不到 你自己真的要动一点 在微调正中间 接着我们再拍一张 我自己觉得 那个角度都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才可以 开始去处理光阴 刚才我们说过 其实已经很好的了 是的 如果简单收复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们希望 跟别人的相片 你当然会希望比别人更漂亮 比别人更漂亮 我们刚才也说过 我自己拍照光源 我喜欢在左边 我自己尝试靠左边的灯 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在屏幕里 会不会感觉到 你看到灯光 你看到灯左边 瓶的弧度立体感很强 很大很强烈 基本上你自己也可以试一张效果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手机的好处就是 我们目测里面的产品 光源 因为它是用自然光 LED灯光的 令到它可以即时看到效果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我喜欢前面的产品 会光一点 你可以再移动中间的灯 或者需要再好光 就移动右边的灯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喜欢光光 慢慢出来的效果也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比例 全光的立体感没有那么大 你看到这一张和之前的分别 我今次就尝试一下 将右边的光完全减到最尽 只能亮着左边和中间的光 你看到那个弧度是比较强烈 让人知道是一个瓶 不是一个平面 你拍完之后 再拍一张 基本上出来就是 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你有同类不同的产品 基本上你是拿走之后 再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做到其他效果 但是大家拍摄的时候 会留意多一样东西 不知道Target是否看到 哦 好像有些黏底 就是 是不是 是的 因为有时 白底虽然是漂亮 但如果你的产品是白色 那到时你真的退底 或者年底用 你觉得那个瓶芯不够强烈 通常我们会利用一些小技巧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预备一些黑纸 如果你的瓶有这么大 你当然要预计 比较高到一半的效果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放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放在瓶的两边 刚刚不要碰到瓶 但是又要离开瓶一点点 其实你可以在相机上看到 瓶的黑边的粗幼 当然你自己要去目测决定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就是左边右 我把右边给大家看分别 这个也是很宝贵的小提示 是的 摄影师的绝密曝光 所以看到一张产品出来之前 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我今天试试试试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两边有黑卡纸 从相同的灯光之下出来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那张 Sorry 我再看这个 这个是有黑卡纸的 这个是没有黑卡纸的 大家看到左边有两条边 这张人们可以接受之外 这张可以叫做漂亮 那个弧度更加可以突出 当然你觉得可能黑边太粗 你自己会再调整 再调整 把纸的出入 前度变化 当然你用到这个效果 那些产品一定要退地 把底部剪掉 当然不会就这样外出 你就会看到会比较怪 所以黑纸 灰纸都可以做到不同的效果 我视乎你的产品出来要求的是什么 明白 这个就是适合一些 会用Photoshop 或者会进行后期处理的朋友 去做一些小技巧 如果说想方便 简单 我们叫做工厂式很快 大量的影 就用KK教育第一种前者的方法 没错 这个是比较方便快捷的 当然我们尽量做到相片 是再吸引别人 跟别人与别不同 因为始终这些小技巧 你用得出来 就会吸引到别人看你的相片 明白 好 如果大家朋友有问题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KK就会回复大家 刚进来的朋友 也可以like和share 这条短片 让多些人知道 产品拍摄的小技巧 是的 我和KK 刚才我们也示范了 我们上次也示范了 拍单支 单件产品 我们知道很多老板 我们这系列 有时不单只一个产品 可能是 我们叫combo 两三样 对 两三样 放在箱里面 拍摄白色底 好像很寡 有什么计划呢 其实我们有方法 通常我们有时两三个产品 不想这么闻 平排放两支 其实我们会 简单起一个 有少少道具的设定 令到产品 可能会更丰富 那怎么选择道具呢 是否适当在淘宝买一些 或者在街边买一些就可以呢 其实选择道具 都比较绝观 当然要配合你自己的产品 如果你的产品 可能是一些 比较天然的东西 你可能用一些花花草草 或者用一些很天然的 草莓的树木 那样 如果你这么巧 应该用一碟食物 当然你可能要加一些 姜、葱、蒜、芝士 来配合你那个 影响的主题 所以你自己要了解 自己的产品是什么 明白 那接下来你为我们示范的是 什么类型的产品呢 我在公司拿了两个 美容产品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 试一次的设定给大家看 那么大家可以了解到 用手机 如何简单 一个设定 而配合到拍摄的方法 嗯 看这两个产品 可以吗 可以 就是这两个 哇 都是金属的东西 是的 金属反光位 希望 都可以给人听 这个箱也拍到一些反光位 可能有些人觉得 反光很难拍的 其实真的很老实 摄影师两大 夺命 我们希望简单的箱也能配合到 好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如何砌这个设定 好了 那我就放给大家看 那如果看到这条片 喜欢赞和 如果是刚进来的朋友 也可以赞和分享这条片 今天我们来分享 刚才KK也说了 如何用这个箱 去砌一个设定 那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好了 那我们拿着这条片 你要自己想想 方向性摆在哪里 通常我自己喜欢 这个摆高一点 是的 因为我们预备一些道具的时候 一定要有些高 有些矮 有些不同的层次 效果会更好 大家当然首先要抹干净的产品 要不然有手指毛 就会拍出来 也会拍到的 接着我们就会放在适当的位置 是的 接着OK之后 我们当然用相机三脚架 就预备了手机模式 最重要是自己设定好构图 现在看到有两块木板形状 就佔着了一些花 是 前景就是有一个产品 接着这木板上也有一个产品 是的 没错 因为我自己觉得 天然的化妆品 可能用一些树木 简单 因为我放一点点花 就会令到它感觉特别一点 那其实 我们这个构图 你幻想一下 其实这个是一个构功架 可能晚点有机会 我们会再详细讲一下构图的方法 其实预备一些空间 可能你们需要下字 下一些 caption 去配合物件解说 所以一定要 不妨预留一些空位 大家千万不要拍到那些产品很迫 如果拍到那么迫 到时你不能预备下字 你按照片 你按照片的时候 就会更难处理 所以我们通常 一定要预留一些空位 让我们做的会更方便 这个是很好的提醒 因为通常我们叫做 那些情景上 都用来做可能网站的 banner 或者是做一些广告 都会落字 和再给Designer去设计 所以他们都想要松一点 因为每个Facebook 每个位置的比例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预留一个 适当的空位 我们通常这样去做 会更灵活一点 当然你不会拍到那么小 你已经出来的解像度又不够 所以我们预留大部分 一些空位 基本上就可以处理了 明白 是的 我们可以设定好之后 我们就算放在对的位置 我们放在对的位置之后 我们也可以先试一张 当然要Focus 大家记住先简单Focus iPhone 我们上台都说了 拍片拍照 按住它两三秒 就会锁定 接着我们Preview 可以看一看 大家看看光暗 对不对 如果光暗差一点 我们可以微调 因为它有 当然你要自己习惯 光暗的比例 我上台也说过 我自己拍照 我喜欢MING在左边 大家看到左边比较光 另外一个就是中间的位置 中间的位置是做什么呢 或者我关掉中间的位置 可以在右边的位置 大家看到了 看到中间的枕是比较暗的 是左右两边的光夹着 我们稍后试一下效果 我们可以让大家看 或者我们待会 到时做 你自己可以再调整中间 如果你想中间的位置 平平光一点 好像现在的位置 三支灯都已经开尽了 接着我们再拍照 其实这一张 光暗效果是比较平均的 但如果我们平时想做立体感 就会用灯光光的来做 我自己喜欢 就会将它右边调暗一点 接着就令到枕的弧度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玻璃枕了 玻璃枕的弧度 令到它有弯的比例 我们就先焦点 我觉得适当地 可以推回光的照片 再拍一张之后 就会有现在出来的效果 Tacker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是不大 不过以你这么专业来说 客人也对你有些要求 盖顶金属好像暗了一点 是的 果然是Tacker 骗不到 所以我们有时拍金属的反光位 最难就是处理顶盖 因为这个灯箱上面 顶的灯是白色的银片 白色的反光板 通常我们会多加一支灯 多加一支灯 多加一支灯 加在哪裏呢 我可以过来看一看 我们已经开了一支灯 大家可能在看的视频 都可能会看到的 有和没有 有和没有 我可以先开了 开了之后我拍一张座给大家看看 我拍了一张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 这个是有 这个是没有 大家看到有分别吗 很明显 那个瓶的盖 盖顶 因为金属位 它一定要有光 才会令到盖顶 比较干净 不然整张照片会比较暗一点 当然你说后制就可以了 但我们希望 尽量在一镜过做完之下 就减少了后制的时间 只是落字就可以了 所以两者的分别会比较大一点 明显一点 还有我们放大一点 其实连公司标记 都会出现立体感 所以很多时候 加多一支灯 就会有金属效果 当然看你自己拍出来的产品 如果这些产品是不反光的 那其实可能 那支灯不需要用 当然如果这些产品是反光的 那其实可能拿到一支灯 是被用的 效果会更加好 明白 多谢KK今天的分享 是的 好了 那我们回来了 多谢KK和他 我们示范 拍这个产品摄影 用手机 很多朋友都会说 我刚才的影片看得不太明白 或者我想人家教 知道吗 KK 你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做个分享 实体体验 给你亲自体验一下 如何可以用你的产品 用你的手机 就可以试一次给你看 不只是我手机拍到 你手机也能拍到 没错 所以我们就打了KK 和我一起搞个班 就是叫做 手机产品摄影体验班 那就是你可以用 就像KK所说 你用你的手机 拿你的产品 上来看看 是不是用这个商 可以拍到一些 你满意的产品 那就是或者KK 太厉害了 根本他暖映都会拍到 那这个 所以我们有几个方案 第一 可以来到台湾这个studio 这个影楼 有一个体验班 那就是体验班 是有收费的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 我们会传这些资料给你 那就是小班教学 在疫情底下 第二 你说疫情里面 都很害怕 很害怕感染 很害怕惹事 不要紧 在家里面 我们都有个online的 网上课程 那你也可以逐个步骤 跟着KK和我的分享 就可以学到如何用这个商 照做 照做 第三个 你说我没有时间 我秒秒钟几千万上落 都不要紧 你可以把你的产品 拿来查栏这个studio KK又帮你用手机 iPhone 和这个相片 拍了之后 完成了 完成了一块给你 所以我们可以有 上来这道上课 上网上课 和KK 帮你拍这三个选择 没错 任何选择 你都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专人联络你 KK 其实 这样搞定了 有没有这箱 是做不到的呢 有的 始终它的箱 大约2尺寸 当然有尺寸限制 现在不可能放48寸电视机 内拍 基本上是放10至12寸 3寸的产品内 都可以的 但高度的距离 就应该是15至18寸内 当然你的物件越大 你的灯光距离 比例要做得好些 这个箱的距离 其实灯光未必做到 那么大型的物件 所以我们如果预计大型物件 我们会用回最传统的设定 开卷大一点的白纸 就用回影流灯光来拍摄 明白 所以如果你的物件 比较大型 又或者 刚才继续设定的东西 有时除了经验 美感 都是兼顾的 也不是按键就搞定 所以这里 专业市政司 也有非常值得尊重的价值 我们也重申 我们不是要取替专业市政司 只不过是有些方案 等疫情下 有些不同的老板想转型 或者有些兴趣里面 可以学到 也有些提示分享 还有一些产品需要高速的摄影 手机就可能未必处理到 是吗? 做不到 高速摄影 基本上是用闪光灯 有机会我们可以在影流探讨一下 也是去上一次的提示 连续灯和闪灯 其实都有分别 对 所以摄影这件事是二学难征 我们都是目标为本 所以今集如果是中市的老板 你想转型 多拍一些产品照片 自己来 有时间有心力的 欢迎报我们的 产品手机摄影班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好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赞和分享 还有这个班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有兴趣 记得把这条影片分享给他们 等他们下期留言 下次见 拜拜